第八題如富途所示 以一繩細球 並使其做水平圓周運動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手對球有做功 我們手要對球是一個向心力 向心力永遠都跟我們的切線互相垂直 那麼力跟位移垂直是不能有做功的 要平行才有做功 所以呢選項A呢是錯的 B球之運動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必須要大小不變方向不變 圓周運動運動方向一直在改變 所以圓周運動一定不是等速度運動 選項B是錯的 C若繩子斷了 球將垂直落向地面 我們知道圓周運動 他如果突然失去了向心力 他會切線飛出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使求做圓周運動所需之力 稱為向心力 這個是對的 圓周運動一定需要向心力 所以第八題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使求做圓周運動所需之力 稱為向心力 我們請做圓周運動 請按鍵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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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